哇 说起这叉烧肉啊 大家一定是爱吃 喜欢吃 今儿呢 咱就来一个简单的咸蛋黄叉烧肉 选用猪梅肉切成大块 用牙签扎一些口 这样便于肉入味 然后把肉开一个小口 装入咸蛋黄 用牙签把它封上口 包裹好的肉 加入米酒 两勺料酒 一勺蚝油 一勺叉烧酱 两勺辅助汁 半勺蜂蜜 一勺 还有什么没加呀 姜油 姜油 一勺 加入姜末 蒜末 把它搅拌均匀 加入香葱 做叉烧啊 我跟您说 这选料非常重要 今儿呢 我选用的是这个猪梅肉 因为猪梅肉呢 它更适合烧烤 最适合就是做叉烧 腌制好的肉 我们把它加上保鲜膜 加上保鲜膜之后 咱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边 5个小时 腌制的时间也够了 开火 锅里边来一点底油 油温烧到5成热 加入腌制好的肉 等会儿它崩油啊 崩一崩一会儿 将肉煎至表面上色 将煎好的肉 放入电饭包中 加入剩余的酱汁 盖盖 选择焖饭的啊 咱这叉烧啊 现在加热大概10分钟了 这会儿呢 咱们把它翻个面 翻面之后啊 继续回到电饭锅 这电饭锅呀 也停止工作了 证明这叉烧肉啊 已经做好了 咱拿锅 咱把这剩下的酱汁 别浪费 浇在这叉烧上 咱把它晾凉了之后 直接改刀切片 用最简单的食材 吃出不一样的味道